大家好,我是独妹子,欢迎收看看了会上瘾里有树有毒 蜘蛛侠英雄远征,延续富林寺故事线 经过初代英雄离去和重重魔力的蜘蛛侠 制成钢铁侠,将远复欧洲的伦敦、柏林和威尼斯等城市 独条大量对抗全新敌人,光影不迷茫 今天,独妹子带你两分钟看蜘蛛侠英雄远征之五大看点 No.1,蜘蛛侠英雄远征,真正称之为漫威宇宙的中章与收官之作 新角色神秘客穿越多元宇宙霸击登场 毁天灭地,水焰威尼斯,火烧布拉格 降止后的新世界再次陷入末日危机中 神断局局长,尼克福瑞回归领军 漫威星铁三角,组合强势出击 全新蜘蛛战衣酷炫升级 史诗级动作睡觉,也频频让人惊掉下巴,烟花缭乱 蜘蛛侠于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独挑大量 与重超级反派展开击斩,真的是超人超训超炸力 蜘蛛侠在这一步中的表现将对于未来漫威电影宇宙的格局走向起到关键性影响 林家英雄如何蜕变成为真正的超级英雄 如何面对突如其来的重任与使命 经过复林寺直至蜘蛛依选中史诗方至终结 这部电影才是漫威宇宙无限传奇阶段的真正中章与收官之作 并开启了全新的蜘蛛侠世界 展现了初代付出者联盟成员荣归落幕后的新格局 No.2 场景丰富 彼得帕克的旅程是从纽约出发 第一站是意大利的威尼斯 随后第二站来到捷克的布拉格 第三站是德国柏林 最后一站同时也是最终大战的场景是发生在英国伦敦 No.3 经典反派再现 此影片展示了三个强大的怪物 分别是杀人、熔熔人以及水人 这三个怪物都是蜘蛛侠漫画当中的经典反派 其中杀人曾经在2007年的蜘蛛侠3当中有过登场 No.4 蜘蛛侠有独立的感情线 关于这一部蜘蛛侠也有了自己的感情收获 彼得确认喜欢米歇尔 并且认为他也喜欢自己 而他对这个假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和他在一起 不幸的是 一个前神断局局长的突然出现 将会粉碎他的计划 No.5 阵容强大 蜘蛛侠英雄演征 是由导演乔沃兹再次指导 蜘蛛侠汤姆·赫兰德 局长塞缪尔·杰克逊重磅加盟 他们都放弃了精彩的演技 精力重重磨难 劫后重生的蜘蛛侠 肩负钢铁侠重托 独占欧中力挽狂澜 拯救世界于水火之中 全场让人看得热血沸腾 谢谢观看看了会上瘾的影视有毒 欢迎关注影视有毒 独妹子会给您们解说 后盘点更多精彩节目 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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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 我们要 我没有 我们 男人 ían 夫 Barry 女人 我